道成亚丁宛如一幅诗意的画卷 藏身于中国西南的四川深处 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被赞誉为人间仙境 拥有着壮丽的山巒 清澈的湖泊和绚丽的花海 令人陶醉其中 在道成亚丁 高耸入云的雪峰与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 犹如天堂的门户 最著名的三神山以其雄伟壮丽而闻名 宛如一座座巍峨的王冠点缀在苍穹之上 道成亚丁也是生命的庇护所 这里是稀有动植物的天堂 藏羚羊、雪豹等珍稀物种 在这片净土自由自在地徜徉 与原始自然和谐共生 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珍贵礼物 让人心生敬畏 道成亚丁是大自然的杰作 是灵魂的栖息地 在这片净土中 你会发现内心的宁静与平衡 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现在 请跟我们一起前往 道成亚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平衡 海子山自然保护区 宛如一片神秘的天地 静静地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两个相邻的湖泊 被亲切地称为姊妹湖 也被人们戏称为眼镜湖 姊妹湖是海子山自然保护区中最为迷人的景观之一 她们宛若一对姐妹 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 凝静神秘 湖水晶莹剔透 如同一面镜子 倒映着蓝天白云和周围的山巒 湖的四周群山环绕 苍翠的树木和花草点缀其间 构成了一幅如湿如画的自然画卷 姊妹湖之所以被戏称为眼镜湖 是因为它们的形状非常奇特 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这个别具特色的形态 给人以无限遐想 仿佛湖水是大自然的眼睛 注视着这片神秘的土地 洞察着人类的一举一动 来到这里 您可以漫步在湖畔 感受宁静和宏大的氛围 湖水清澈凉爽 荡漾着微风吹拂的涟漪 给人以宁静与平静的感觉 站在湖边 远眺四周的山巒和云雾弥漫的高原 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 忘却尘世的喧嚣 牛奶海是一片迷人的高山湖泊 它以其独特的地貌 和神秘的颜色而闻名 牛奶海是一个冰川湖 主要水源就是山顶融化的雪水 牛奶海就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的三座雪山之一 央麦永山的山坳中 雪山的雪水没有污染 水质特别纯净 因此 牛奶海常年清澈碧蓝的 只是在湖边有一圈白色 故而得名牛奶海 道成亚丁的牛奶海 宛如一块宝石镶嵌在高山之间 湖面平静如静的倒影中 山风 云雾和蓝天 犹如童话般的画面 湖水的清澈透明 让人仿佛能看到湖底的石头和植物 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在牛奶海的周围 环绕着高耸的雪山和原始森林 形成了壮丽的自然风光 当阳光照射在湖水上时 湖水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犹如一颗闪耀的宝石 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每一帧都是如诗如画的景色 五色海是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 以其独特的颜色变化而闻名于世 五色海得名于其湖水 呈现出多种色彩的奇特现象 在不同的光照和季节条件下 湖水的颜色会呈现出五种不同的色调 这种奇特的现象 是由于湖底的沉积物和藻类的不同组合 以及阳光的折射和反射效应所致 当阳光照射在五色海的湖面上时 湖水会反射出五彩斑斓的色彩 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五色海的美景更加绚烂夺目 让人陶醉其中 来到五色海 你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湖水的颜色变化是如此独特神秘 让人难以置信 你可以漫步在湖边的小道上 近距离欣赏湖水的美丽 五色海不仅仅是一处美景 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赞美 它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规律和多样性 让我们感受到自然界的奇妙和无限的创造力 洛容牛场是一片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天然牧场 这里被誉为世界屋脊上的瑰宝 因其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牧区文化而闻名 洛容牛场地处高山峻岭之中 海拔高达4150米 四周群山环绕 草原广袤无垠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牛群自由自在地漫步 与壮丽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 阳光洒在牧场上 映照出一片草地的翠绿 给人一种宁静与宽广的感觉 洛容牛场是藏族牧民的家园 这里的牛羊是藏族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牧场上 你可以看到牧民们架着马 披着色彩斑斓的藏袍 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他们保留着世代相传的牧区生活方式 传承着独特的藏族文化和牧民精神 来到洛容牛场 你可以感受到 它独特的宁静和纯净 在草原上漫步 聆听风吹过牧草的声音 呼吸着清新的高原空气 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这里 你可以远离尘宵 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与音乐 三神山 由仙乃日 夏诺多吉和央麦勇三座雪峰组成 被誉为这个地区的精神象征和自然器官 这三座雪山高耸入云 雄伟壮观 仿佛三位神明 屹立在高原之巅 散发着神圣而神秘的光芒 仙乃日 夏诺多吉和央麦勇三座雪峰 各具特色 仙乃日是最高的一座 被藏民视为女神的化身 象征着美丽和祥和 夏诺多吉 则是三神山中最壮观的一座 风鸾起伏 宛如一座雄狮伸展身姿 央麦勇 则以其陡峭的风鸾 和险峻的山势而闻名 给人一种雄浑而神秘的感觉 在清晨的时刻 您可以欣赏到雪山出路的美景 阳光透过云雾洒在山峰上 犹如一幅仙境画卷 在这里 您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和宇宙的奥秘 沉浸在宁静与壮丽的氛围中 这里是自然与信仰的交汇之地 它不仅是雄奇壮观的自然景观 也是藏民心中的神圣之所 无论是对自然景观的追求 还是对宗教信仰的探索 三神山都将带给您独特而深刻的体验 来到道成亚丁的三神山 我们将放下城市的纷扰 尽心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感受神圣与宁静的氛围 这是一次穿越高原世界的旅程 一次寻觅内心宁静 与启迪的心灵之旅 珍珠海是这片神奇土地的一颗明珠 以其迷人的美丽和神秘的魅力而著称 珍珠海得名于其湖水的清澈与纯净 如同一颗晶莹剔透的珍珠 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 呈现出碧蓝的色调 宛如一块闪烁着光芒的宝石 湖水清澈见底 映照着周围群山的倒影 创造出一幅幅绝美的景观画 来到珍珠海 你会被它那与世隔绝的宁静和纯静 所深深吸引 湖水的平静宛如一面镜子 映照着周围的山巒和蓝天 构成了一幅壮丽而梦幻的画面 珍珠海与周围的雪山 峡谷和草原相互辉映 共同构成了这片壮丽的景观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感受到它的神秘和力量 无论是日出石湖水的金色倒影 还是夕阳西下时的橙红余灰 都能让人陶醉其中 流连忘返 好了 以上就是道成亚丁的一些必去景点的介绍 不知道哪个是您迫不及待 想到达的目的地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七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